二十九,大公報 中國風投資傅成施毅病勢 2015年7月13日要問A05大公報信 中國著名經濟學家 第二九,十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施毅於十二日凌晨與世長遲 在年八十歲,他被譽為中國風險投資之父、中國創業版之父 據中新社北京報導,成施毅生前工作的最後崗位是中國科學院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中國科學院虛擬經濟與數據科學研究中心主任 當日,民建中央官方網站也發布消息稱 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中國民主建國會第六屆、七屆、八屆中央委員會主席 中華職業教育社第八屆、九屆理事長成施毅 因病於2015年7月12日凌晨零時34分在北京逝世 在年八十歲,將虛擬經濟與國情相結合成施毅1935年6月出生 為一代報人成寫我獨子 1984年畢業於美國加州大學洛杉基分校 生前,成施毅將複雜科學、虛擬經濟、 風險投資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相結合 讀著、合著二十餘報學術專著 在重要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二百餘片 上世紀八零年代以降,成施毅將風險投資的概念引入中國 1998年,全國政協九屆一次會議上 成施毅代表文件中央提交了關於盡快發展我國風險投資事業的提案 即此後引發高科技產業新高潮的一號提案 此後,國內風險投資豐起雲湧,勢不可擋 至2002年9月起,成施毅擔任中國科學院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他親自參與制定該院的發展戰略 2015年5月,該院在職工商管理碩士、脫產 M. 金融M. 創業M. 四個項目,全部通過了M. 國際認證 積極支持推行金融改革今年5月出版的金融國策論罪文成為其為作 當中,成施毅對自己一生經歷的金融改革造了一番工過平月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改革的歷稱 可以看到從外資並購我國企業、國有商業銀行人進外國戰略合作夥伴 股權分治改革、中小企業版、創業版的設立、股子期貨的開放 到榮之榮勸,每一步都會有反對的聲浪、質疑的聲音 甚至環有賣國的責難 這樣就使得我們的金融改革不能順利地向前推進 這一點教訓是我們應該記住的 《盛施毅》最後寫道 只要我們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 穩步推進我國的金融改革 就一定能使我國的金融在國際上有越來越多的發言權 以及越來越強的地位 盛施毅的在右明示行臺陳詞豈能佳餘人意 谷公盡稅但求無愧我心 中國科學院大學方面表示 在經濟學領域,他用冤博的學識和理性思維為國家發展建言獻賊 在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培養青年人才 探索理論上都作出卓越貢獻 1935-2015年封投資赴1998年 成詩毅提交了《關於風險投資的一號提案》 內地掀起了風險投資熱潮創業版赴1998年 成詩毅提出創業版,並一直為之努力 2010年,創業版成功推出教育經歷1951年 1952年廣州南方大學工人學院 華東法工學院1952年至1956年 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基分校政治理論 1981年至1984年無機密專業工商管理食時 開放 推出 對 入保譽 努力 絶 circ